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 老师 小梅子她怪怪的 小梅子 你 你怎么 天哪 老师您来了 可能春天来了 突然好想念诗 同学们 我们进教室吧 午休时间快要结束了 好 知道了 我再踢球就好 真是好球 校长拜托您 请把球丢过来这里吧 小梅子 你真的好厉害哦 老师对不起 因为你们的关系 我几乎每天都要见校长一次 嗯 嗯 社群是牛奶巧克力五颗 志群是杏仁棒一个 草莓是巧克酥三包吧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好好记住呢 要记住什么 该不会我们又要考试了吧 哎呀 不是啦 完蛋了完蛋了 我根本就不知道要考试了 你知道会不一样吗 也对 小梅子没有要考试 我刚才在计算明天一定要收到的糖果啦 因为明天是白色情人节 哦 所以那个名单是 嗯 就是我情人节的时候送出去巧克力的记录 啊 你把那些都记下来了吗 好奇怪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地上没有白吃的午餐 如果收下我的巧克力 然后装杀我就把它们通通 啊 好吧 同学们 今天是白色情人节吧 快 给我准备好的糖果 什么 你说糖果 干嘛 你叫什么 因为太好笑了 你不记得了吗 不记得 什么 之前情人节那天 小梅子你对我们做的事啊 嘶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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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嘶 太快了 走着瞧嘛 最小梅 李正名 我们班上涨了最帅的巧克力大王李正名 这么多巧克力伍无吃一点吧 呼呼 呼呼 你记住 等到白色情人节 我们绝对没有给小梅子糖果 那当然咯 好可爱啊 诶 张晨熙 他们知道了 怎么样 你现在终于想起来了吧 是啊 我的确想起来了 我祥日那天在我口中瞬间融化的 巧克力香浓的味道 谁叫你想起了这个 真是幼稚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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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不起小梅子 因为我也已经跟他们约定好了 我明天再送你 不用了 小梅子你看这个 是送给你的诶 什么 是送给我的 这怎么可能啊 你这个家伙 小梅子忍耐一下 一开始我也觉得绝对不可能啦 这一次是真的 你看 是真的耶 你好小梅子 我好喜欢你活泼的背后隐藏着的和蔼 以及有女人味的一面 米剑 我突然觉得有点害怕 怎么会有人这么了解我的个性呢 这封信写得好浪漫哦 魔镜 漂亮的魔镜 写这封信给我的王子到底是谁呢 王子 哎哟 你以为在写小梭 诶 妈妈 小梅子 你的脸怎么了 啊 啊 啊 看着信心里想着王子一夜没睡对吧 啊 啊 信 什么信啊 小梅子 来玩奇葩游戏怎么样啊 好啊 来胖子 对 崔小梅来了 等等 我想到王子说 喜欢我和蔼以及有女人味的面貌 对不起多多 刚刚说你胖子那句话我收回 谢谢哦 来 你为什么突然这样啊 什么为什么 这样做才能够展现出我的体贴啊 把嘴巴张开 和爱 有女人味 体贴 好的 谢谢你 陈勋 不客气 可以把这些寄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吗 啊 我想捐给非洲的儿童 我在电视上看到那边有很多很可怜的海鸡 老师 小梅子在做打扫工作 不要擦了 你这样擦只会越擦越脏了 拜托你像拼搅一样出去玩好吗 小梅子 小梅子 全都是因为那个白马王子的关系 没收到他送的糖果就不会这样了 到底是谁做了这么无聊的事情 是啊太坏了 真的太坏了 同学们我们把那个人找出来 等一下 我决定先去警察局报警 同学们 你们先冷静下来 小梅子变成这样也有好处不是吗 啊 什么好处 首先 小梅子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常常闯祸 不是吗 我们还是喜欢以前那个野丫头小梅子 对我们也是 好 大家注意 同学们 我要集中精神专心上课 不行 专心 专心 傻瓜 想睡觉却不要远趴下去睡啊 这样才像小鼻子啊 没错 我们 要先找出写那封信的主角 我觉得凶手一定就在我们的周围 是谁呢 我真的很好奇 真希望我的白马王子 能够立刻出现在我的面前 该不会 没错 一定是恩兴为了周团小梅子写了那封信 怎么可能 嗯 到底是谁写的呢 要好好纠正学生的行为 我真的感悟可忍了 难道是 老师 老师 那封信 真的是老师写的吗 小梅子 真的是老师的笔迹 小梅子 小梅子 冷静啊 老师当初只是希望小梅子 能够稍微变得乖巧一点 才会那么做的 因为我真的受不了 每天被校长叫去校长室大骂一顿了嘛 那老师可以直接跟我说 为什么 为什么让我有这种误会呢 我也没想到事情会闹这么大 好啊各位同学 我们明天见咯 李老师 小心一点 老师 我们谈一谈嘛 4 准备 5 5 5 9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